野草,好的故事,燈火漸漸地縮小了,在預告石油的已經不多,石油又不是老牌,早昏得燈罩很昏暗,邊爆的繁響在四近,煙草的煙霧在身邊,是昏沉的夜。 我閉了眼睛,向後一仰,靠在椅背上,捏著初學記的首角在塞科上。我在朦胧中,看見一個好的故事,這故事很美麗,優雅,有趣。 許多美的人和美的事,初中起來像一天雲感,而且萬火奔升似的飛動雀,同時又展開去,以至於無窮。 我彷彿記得曾坐小船經過山陰道,兩岸邊的烏扣,新和野花雞狗,松樹和枯樹,茅屋,塔,嘉藍,農夫和村府村裡,曬著的衣裳,和上,梳粒天,雲粥。 都倒影在情壁的小河中,隨著每一打掌,各各夾大了閃爍的日光,並水裡的瓶祖柔雨,一同蕩樣。 珠影珠物,無不解散,而且搖動,擴大,互相融和,剛一融和,卻又退縮,伏近於圓形。 邊緣都參差如下雲頭,雙著日光,發出水銀色艷。 凡是我所經過的河,都是如此,現在我所見的故事也如此。 水中的清天的底子,一切事物統在上面交錯,即成一篇,永是生動,永是展開,我看不見這一篇的結束。 河邊枯柳樹下的幾枝瘦術的一象紅,該是村裡種的霸。 大紅花和那群紅花,都在水裡面浮動,忽而碎散,拉長了,扭扭的煙之水,然而沒有暈。 某屋,九,塔,村裡,雲,也都浮動著,大紅花一朵朵全被拉長了,這時是潑似奔兵的紅感大。 大即入九中,九即入白雲中,白雲即入村裡中,在一瞬間,他們又將退縮了。 但那群紅花影也已碎散,身長,就要直進塔村裡,九,茅屋,雲裡去。 現在我所見的故事清楚起來了,美麗,優雅,有趣,而且光明。 青天上面,有無數美的人和美的故事,我一一看見,一一知道。 我就要刑事他們,我正要刑事他們時,趙然一驚,睜開眼,魂感也已皺促,凌亂,彷彿有誰摘一塊大石下河水中, 水波糾然起立,將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。 我無意識地趕忙捏住幾乎聚地的初學記,眼前還應著幾點紅藝色的碎影。 我真愛這篇好的故事,趁碎影還在,我要追回他,完成他,留下他。 我拋了書,劍身身手去取筆,何嘗有一絲碎影,只見昏暗的燈光,我不在小船裡了。 但我總記得見過這一篇好的故事,在昏尋的夜。1925年2月24日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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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